凌晨1点钟的柬埔寨金边什么样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现在是凌晨1点钟 下面这个视频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金边1点钟什么样子的 咱们先从大航空附近开始拍 因为大航空这里算是金边的市中心 这边也是这里也是最热闹的 这个没来金边之前 其实我是认为金边很乱的 其实它乱不乱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现在是凌晨1点钟 大家很意外怎么这么热闹 的确是这样 凌晨1点钟的确很热闹 不仅凌晨1点钟 它凌晨3点钟4点钟 它这广场也有很多人 而且一点都不少 这个广场我们就大致看一下 有稀稀拉拉的一些男女 还有一些卖东西的 我们去看一下别的 所以说1点钟还有很多人 而且这边穷人也非常多 穷人他们就没有地方住 就在这里躺着睡觉 那沿着河边到处都是穷人 我就不全拍了 拍一部分吧 因为你要全拍的话也拍不完 所以说这边 我感觉金边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不夜城 因为东南亚很多国家 一边都有宵禁 宵禁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11点钟 帽子叔叔就把你轰走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是你好 你好 你好 很多这种打扮的 你好 穿得花花哩哩哩的 这种很少见 好我们继续拍凌晨1点钟的金边 凌晨1点钟金边 还是非常热闹的 这边为什么说知安差 就是它没有宵禁 看着卖炒面的炒粉炒面的 也都很多很多 然后再拍一下这个河边 这河边也是 人也非常多 而且这个人啊 他都是世界各国的人 卖什么都有 男女老少 青年男女都有 世界各国的 到越往那 都是黑人 黑人印度人 反正是什么颜色的人都有 越往那越来越乱 这个所以说只拍小部分 让大家大致看一下 还有一些人妖之类的 大家想象的 反正是都有 反正很混乱 很混乱 为什么说 简直不是乱 它就有这个原因 它不宵禁 至少金边没有宵禁 金边这一大片没有宵禁 有的地方 它还是该关门关门 大家看这河边 干什么都有 这个船听说是晚上两点钟 就关了 很多躺这里的 我们大致看一下就行了 躺这里也没人管 基本是有些人没地方住 就躺这里 所以说你要来这边 可以省钱的话 可以省 可以省 你每天躺这里就行吗 白天去上场 刷刷牙洗洗脸 晚上你躺这里睡 也能省钱 这个什么人都有啊 贫富差距有点太突出了 穷人也很穷 富人也很富啊 所以说这边要饭的也非常多 要饭的都是推脚非常好的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健康的人要饭啊 好我们去绕到那边去拍一下 这边这个路很长 大概有两公里 这个海滩 就不拍前面了 然后我们拍到这个车里面 就相当于老城 相当于老城 这边老城也很有特点 就是什么 它这三轮车特别多 三轮车 这司机啊 马上都睡到里面 这成一成 柬埔寨一个靓丽的风景线了 都澄清截队的睡到三车里面 再一看 再看一下 全市啊 都是 都睡到这里啊 所以说整个景边啊 如果晚上睡到大街上的人啊 估计都有 都有 都有好几万 最少一晚的马上机也非常多啊 大家看 满大街睡着的人啊 啊 这边啊 还有还有几条酒吧街 但是我不能拍啊 因为太敏感 太容易违规 我们就拍一些这个老城 生活状态啊 我们再去这个小胡同看一下 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小胡同啊 它这两边店铺啊 反正各国人都有 它不光是柬埔寨人自己开的店 我看也有印度人 也有这个反正哪国人都有 黑人也有 分不清楚是 谁是主人呢 很多大帐篷都在这住 这家还是晚上还是很乱 他这个乱不是说暴力乱 是说毁乱 就是干啥的都有 看一下 然后就是晚上的金店换钱啊 一般凌晨十二点之后啊 这个金店有的还还正在营业 但是他都是把这个铁拿干 把铁栏杆给围住了啊 不 只能留一个铁的那个铁的给盖住啊 就像这样啊 怕别人抢吗 可能是 也为了安全 很多很多家这个换钱的店 都是这样啊 看一下全都是这样啊 全都是 把这个 手机店也是这样啊 用铁栏杆围住啊 也就是为了安全 它也是因为 你把手伸进去就能换钱 自己又很很安全 又可以营业 所以说他们都这样啊 看这又是换钱的 这店营业它就是用铁栏杆 就围住 铁栏杆围住 大家看一下铁栏杆围住啊 在晚上这个啊 有没有飞车抢夺啊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也没见到过 我也没看到别人有被抢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 尤其晚上的时候啊 这边还是有点安全隐患的啊 但是我觉得对于飞车讲究 还是可以避免的啊 因为尤其是晚上 你走夜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越是晚上又要小心 有摩托车靠近你啊 或者是有人啊 就有个团伙 我们在前面啊 几个人 鬼鬼祟祟的啊 站在那里 你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多加小心 摩托车车从你身边经过啊 你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避免的 你尽量走路的时候往里走 不要走到马路边 马路边人家一拽 就把你给拽倒了 是吧 你往里走的话 他他开着摩托车 还要拐到里面 是吧 所以说 要保持警惕 时刻保持警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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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吧 不